眼前的这个套餐你看一下 色相味俱全 各种蔬菜 各种颜色都有 尤其是这个香菇是我最爱吃的 不过这样的食材 对我旁边的杨小姐来说 可能是一大禁忌哦 真的 那个香菇都不能吃 只要吃到香菇就会很敏感 杨小姐有香菇恐惧症 食物里有一点点香菇丝都要挑掉 因为她吃香菇会过敏 大腿的部分 臀部的部分 其实就会很多一大片一大片的 那个像疹子一样 然后你会有烧氧感很不舒服 主要是对香菇里的多糖体过敏 有人严重到喉咙肿起来 呼吸都有困难 很典型的过敏症状 蜘蛛疹再加上一些血管的反应 全身的皮肤都发痒痒得很厉害 甚至的眼皮都肿起来 透过中医调理 健脾化湿 让免疫系统平衡 可以舒缓过敏症状 这些东西是从肠胃道进来的 那我们可以藉由调整肠胃道的 这些免疫反应的部分 让你对这个本来的过敏反应 能够变得比较温和一点 台湾人爱吃菇 常见的种类就有十几二十多种 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营养价值很高 膳食纤维的好处 基本上它可以帮助我们排便 那也可以控制我们胆菇醇 不过香菇属于中高甲和高普林食物 对于肾脏病跟急性痛风的病人来说 营养师建议不要吃太多 尤其是香菇汤 最好不要喝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